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一章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魏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 犹大从他马市生法勒斯和谢拉 法勒斯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亚兰 亚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生撒门 撒门从拉和市生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德市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魏王 大魏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索罗门生罗伯安 罗伯安生亚比亚 亚比亚生亚撒 亚撒生约沙法 约沙法生约兰 约兰生乌西亚 乌西亚生约坦 约坦生亚哈斯 亚哈斯生西西家 西西家生马拿西 马拿西生亚门 亚门生约西亚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 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 迁到巴比伦之后 耶哥尼亚生撒拉铁 撒拉铁生索罗巴伯 索罗巴伯生亚比玉 亚比玉生以利亚境 以利亚境生亚索 亚索生撒都 撒都生亚金 亚金生以律 以律生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生马旦 马旦生雅各 雅各生约瑟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 从亚伯拉罕到大魏 共有十四代 从大魏到千至巴比伦的时候 也有十四代 从千至巴比伦的时候 到基督 又有十四代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 已经许配给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当众羞辱他 想要暗地里把他修了 正考虑这些事的时候 忽然主的使者 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 说 大魏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 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 因他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整件事的发生 是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 上帝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来 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但是没有和他同房 直到他生了儿子 就给他起名 叫耶稣 马太福音第二章 在西律做王的时候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有几个博学之士 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说那生下来 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 特来拜他 西律王听见了 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全城的人 也都不安 他就召集了 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问他们 基督该生在哪里 他们说 在犹太的伯利恒 因为有先知记者 犹大帝的伯利恒啊 你在犹大猪城中 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 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以色列民 于是 西律暗地里 照了博学之士来 查问那星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派他们往伯利恒去 说 你们去仔细 寻访那小孩子 找到了就来报信 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了王的话 就去了 忽然 在东方 所看到的那颗星 在前面引领他们 一直行到 小孩子 所在地方的上方 就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 就非常欢喜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 玛利亚 就俯伏败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 拿出黄金 乳香 墨药 作为礼物献给他 因为在梦中 得到主的指示 不要回去见西律 他们就从别的路 回自己的家乡去了 他们走后 忽然 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 向他显现 说 起来 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 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 等我的指示 因为西律要搜寻 那小孩子来杀害他 约瑟就起来 连夜带着小孩子 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 直到西律死了 这是要应验 主界先知所说的话 我从埃及 召我的儿子出来 西律见自己 被博学之士愚弄 极其愤怒 差人将 伯利恒城里 和四镜 所有的男孩 根据他向博学之士 仔细查问到的时间 凡两岁以内的 都杀尽了 这就应验了 耶利米先知 所说的话 在拉玛听见 嚎啕大哭的声音 是拉姐 哭他儿女 他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西律死了以后 在埃及 忽然主的使者 在约瑟梦中 向他显现 说 起来 带着小孩子 和他母亲 回以色列地去 因为要杀害 这小孩子的人 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 带着小孩子 和他母亲 进入以色列地区 但是他因听见 亚基老 继承他父亲西律 做了犹太王 怕到那里去 又在梦中 得到主的指示 就往加利利京内去了 他们到了一座城 名叫拿撒勒 就住在那里 这是要应验 先知所说的话 他将称为 拿撒勒人 马太福音 第三章 在那些日子 施洗的约翰出来 在犹太的旷野宣讲 你们要悔改 因为天国尽了 这人就是 以赛亚先知所说的 在旷野 有声音呼喊着 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这约翰身穿 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和野蜜 那时 耶路撒冷 全犹太 和全约旦河地区的人 都到约翰那里去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看见许多法利塞人 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 就对他们说 毒蛇的孽种啊 谁指使你们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和悔改的心相衬 不要自己心里说 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祖宗 我告诉你们 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现在 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提鞋子 我就是给他提鞋子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布剂 要扬净他的古物 把麦子收在仓里 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 当时 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 到了约翰那里 请约翰为他施洗 约翰想要阻止他 说 我应该受你的血 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呢 耶稣回答他 暂且这样做吧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履行全部的义 于是 约翰就依了他 耶稣受了喜 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看见上帝的灵降下 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 这时 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爱的 马太福音第四章 当时 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他进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者进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叫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变成食物 变成食物吧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着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圣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就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 主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 用手拖住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着 不可试探主 你的上帝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 很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服服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 耶稣说 撒旦 退去 因为经上记着 要拜主 你的上帝 唯独侍奉他 于是 魔鬼离开了耶稣 立刻有天使来伺候他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肩 就退到加利利去 后来离开拿撒勒 往加百农去 住在那里 那地方靠海 在西布伦和拿福他利地区 这是要应验 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 西布伦 耶稣沿着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两兄弟 看见两兄弟 就是那叫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弟安德烈 正往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 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立刻舍了网 跟从他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 看见另外两兄弟 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和他弟弟约翰 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 在船上捕网 耶稣就呼召他们 他们立刻舍了船 辞别父亲 跟从了耶稣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导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 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 那里的人把一切病人 就是有各样疾病和疼痛的 被鬼附的 癫痫的 瘫痪的 都带了来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当时 有一大群人从加利利 低加坡里 耶路撒冷 犹太 约旦河的东边 来跟从他 马太福音 第五章 耶稣看见这一群人 就上了山 坐下后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开口教导他们说 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谦和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饥渴穆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编造和平的人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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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必成为上帝的儿子 为异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迫害你们 编造各样坏话 毫骂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你们就有福了 要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很多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迫害他们 你们是地上的盐 盐若失了位 怎能叫他再闲呢 他不再有用 只好被丢在外面 任人践踏 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造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而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 也要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 你们的好行为 把荣耀归给你们 在天上的赴 不要以为我来 是要废掉 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而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 律法的一点一化 也不能废去 直到一切都实现 所以 无论谁废掉 这诫命中 最小的一条 又教导人 也这样做 他在天国里 要称为最小的 但无论谁 遵行 并如此教导人的 他在天国里 要称为大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胜过文士 和法利赛人的义 绝不能进天国 你们听过 有对古人说 不可杀人 凡杀人的 必须受审判 但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的 必须受审判 凡骂弟兄是废物的 必须受议会的审判 凡骂弟兄是白痴的 必须遭受地狱的火 所以 你在祭坛上 献祭物的时候 若想起 有弟兄对你怀恨 就要把祭物留在坛前 先去跟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祭物 你同告你的冤家 还在路上 就要赶快与他讲和 免得他把你送交给法官 法官交给警卫 你就下在监理了 我实在告诉你 就是有一个大文钱 还没有还清 你也绝不能从那里出来 你们听过有话说 不可奸淫 但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 这人心里 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 使你跌倒 就把他挖出来丢掉 宁可失去身体中的一部分 也不让整个身体 被扔进地狱 若是你的右手使你跌倒 就把他砍下来丢掉 宁可失去身体中的一部分 也不让整个身体下地狱 又有话说 无论谁修妻 都要给他修书 但是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的 除非是因不争的缘故 否则 就是使他犯奸淫了 人若取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了 你们又听过 有对古人说 不可备事 所起的事 总要向主谨守 但是我告诉你们 什么事都不可起 不可指着天起事 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 不可指着地起事 因为地是他的脚凳 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事 因为耶路撒冷 是大君王的京城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事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 变黑变白 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你们听过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但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另一边 也转过去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礼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 你就跟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向你借贷的 不可推辞 你们听过有话说 要爱你的灵舍 恨你的仇敌 但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 这样 你们就可以做 天父的儿女了 因为他叫太阳照好人 也照坏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做吗 你们若只请你弟兄的安 有什么比别人强呢 就是外邦人 不也是这样做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 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马太福音第六章 你们要谨慎 不可故意在人面前表现虔诚 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 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所以 你施舍的时候 不可叫人在你前面吹号 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做的 故意要得人的称赞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好使你隐秘地施舍 你父在隐秘中查看 必然赏赐你 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 故意让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入内室 关上门 向那在隐秘中的父祷告 你父在隐秘中查看 必将赏赐你 你们祷告 不可像外邦人那样 重复一些空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必蒙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前 你们所需要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 你们要这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陷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门 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饶恕你们 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的天父 也必不饶恕 你们的过犯 你们进食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脸上带着愁容 因为他们捧头垢面 故意让人看出 他们在进食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 他们的赏赐 你进食的时候 要梳头洗脸 不要让人看出 你在进食 只让你隐秘中的 父看见 你父在隐秘中查看 必然赏赐你 不要为自己 在地上积蓄财宝 地上有虫子咬 能嗅坏 也有贼挖洞来偷 要在天上继续财宝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会嗅坏 也没有贼挖洞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眼睛是身体的灯 你的眼睛若明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 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服侍上帝 又服侍马门 所以 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或为你们的身体忧虑 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一看 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在仓里存粮 你们的天赋 尚且养活他们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哪一个 能借着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克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们想一想 野地里的百合花 是怎么长起来的 它也不劳动 也不仿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它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些花的一朵呢 你们这小心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上帝还给它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 说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都知道 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 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马太福音 第七章 你们不要评断别人 免得你们被审判 因为你们怎样评断别人 也必怎样被审判 你们用什么良器 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 量给你们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对你弟兄说 让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好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 丢在猪面前 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 转过来咬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找到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找到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 凡给他石头呢 求鱼凡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他岂不更要把好东西 赐给求他的人吗 所以无论何事 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岂能在荆棘上摘葡萄呢 岂能在吉里里摘无花果呢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而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都能进天国 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在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要向他们宣告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给我走开 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 又去做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去做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风吹 雨打 水冲 撞击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厉害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众人对他的教导都感到惊奇 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向有权柄的人 不像他们的文士 我说他在沙土上